第三屆公展会购物节 礼拜一来到尾声 阿波现场起初未见人龙 去到11点半左右才开始多人 部分参展商也逐步提供减价优惠 有参展商就指今年的销程比以往差 市民不是太愿意花大手不去购物 其中就有售卖零食等的食品参展商表示 现时只是清到约四成货 但以往在会展等的会场 就可能已经清了六到七成 而受卖海味等干货的慶辉堂 负责人林太就直言 以往市民大多数会选择比较贵 比较好的批次送人 现在的市民就倾向较为平价的选择 生意和以往比较 每日少大约几万元 虽然价格在最后一天不会再减 但就会送更多的赠品 本来要买满一千才会送更多 但礼拜一开档之后买满五百就已经会送 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 美食节等活动的常客Ice的意见就很值得参考 他表示过往在美食节等场合都会用上过千元 但今次会场内选择不多 他就只是买了合图等等的干果 金眼不大 始终会场太小 没有适合自己的货品 因此体验一般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